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房协总监潘元坊说 自4月休化了库户政策之后 已经向近2,000户发出新报表 绝大部分已经交回情况令人鼓舞 房协同时会加强前线人员培训 防止滥用 发出这些新报表 我们已经在两个月之内收回都超过99% 也都挺鼓舞的 我们都看到其实里面大概有13户 已经主动就和我们房协港 就会交回个单位给我们 其实里面也都包括了四伙 在它的新报表里面 很清楚显示就是说 他们自己是有香港的住宅物业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都在日常的管理工作里面 都加强我们的前线同事的培训 例如说留意多些 我们在停车场里面 很多时候都说 会不会拍了一些名车 张牌的车 拍了在我们的出租屋邨里面 我们留意那时候都要看看 究竟它是拍到月租 还是时租车位 当中我们都发觉 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们发觉都有成20个 坏有中港车牌的车 拍到我们的出租屋邨里租车位里面 这一样就给到一个很清晰的讯号给我们 我们可以深入调查 近年越来越多留盘以智能家居作为卖点 但司委会说 截至今年7月 一共接获56宗有关智能家居的投诉 三乘三涉及维修和保养服务 土瓜环这个楼盘2020年入伙 以智能显示系统作为卖点 一座保护 指挥当时觉得智能家居很新穎 不过系统几个月前坏了 想修理 但是有很多限制 因为你的机器是和下面的机器对应的 如果你找第二部机器是对不起功能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只可以找回管理厨 找回承办商 给几千元 可能都要三千六百元至四千元去整理 除了屋内设备 屋苑部分智能垃圾桶也有选耗 部分楼层甚至已经更换成传统胶盖垃圾桶 不再智能 物业发展商事件局回复说 物管公司会负责保养维修公共地方的公用设施 而单位内的智能系统就由住户负责维修 有测量师说 发展商提供智能设备除了销售卖点 也因为这些设备有环保功能 有助发展商在绿色建筑认证 绿建环平人家分 以获取最多百分之十的总楼面面积宽免 绿建环平就会是我们所谓的 拿到建筑面积豁免的一个指标来的 令到无形中它可以起多一点点 可以卖到的面积 它可以给人家卖多一点 自然它就是所谓的赚多一点 其实有经济效益 销委会回复说截至今年七月 一共接获五十六宗有关智能家居 或者相关产品的投诉 提醒如果合约列明管理费 包括指定智能设施的保养及维修 管理公司应履行责任 无线电视机者苏博拖部导 西共有私家车失事 撞毁一间村屋的围场 私家车司机脚步受伤 涉事的私家车早早近九点半 在波罗斜路近甲边浪身穿 一段斜路停车 怀疑没有拉手制 私家车流后撞向一间村屋的围场 一幅约三米乘六米的专场崩塌 九十岁外政男司机脚步受伤 由救护车送去将军澳医院治理 警方正是调查事故原因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待会再见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日报 一万七千四百六十点 升六十九点 半日总成交四百九十六亿 最会约港股中午收市价 小米集团升一个四毫六 有帮保险升两个四 腾讯控股升一元 快手跌两毫半 美团跌过四 药明生物跌九毫 食药集团跌六毫八 京东集团升两元 凝负基金升八仙 阿里巴巴升五毫半 其他珠南酬股表现 汇草控股升两毫 有帮保险升两个四 中移动升五毫半 港交所升八毫 煤气升一线 人民败贵台最会约港股 以人民败计价 中移动升四毫 小米集团升一个三毫四 中国海洋石油跌两毫六 有帮保险升两个一毫半 美团跌一个三毫半 港交所升两毫 中国平安跌两毫 百度集团升一个一毫半 中韩香港跌两毫 比亚迪股份冒起跌 恒生科技指数三千四百六十一点 升二十七点 内地股市 上去A股跌一点 上证组合指数跌一点 深圳A股跌八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三十九点 有本港主修化学的大学生 获特区政府资助 到内地化妆品实验室实习 他们有什么得准呢 驻广州记者陈绝康了解过 不少人每日都用护肤和化妆品 但是不了解背后的化学成分 粉底遮瑕液的颜色深浅 如何调配 人心精华要多少才有效果 十五个香港城市大学化学系的本科生 在广州专门的实验室 尝试找出答案 左扣扣右扣扣试一下 肤感那些作用那些东西 落手做的会多些 所以会比香港实习的话 可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加深入 这里的原料充足 所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combination 尽量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东西 对夫妇、财装都比较有兴趣 因为自己也有用 都会比较留意那些成分 可能自己想有什么功效 都可以自己想抗斗方面 都知道如何选择一些产品 工程师都很热心 可以自己写配方 他都很乐意教你 帮你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广州白环区是全中国化妆护肤品产业的集中地 当地政府2021年和多家内地高校在这里设立实验室 从事产品研发和检测等工作 实习学生都是自愿报名和经过轮选 做满九个星期才可以拿到毕业所需要的学分 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基金 将铁每人合共大约22000元 当地每个月几千元的食宿和生活费 就由白环区港澳清创基地资助 同学要过来这里做实习 其实是非常方便 如果早点令同学知道大湾区的环境是怎样的话 对于他们将来来发展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中国华南地区的化妆品产业 其实是很缝勃的 全中国来说有差不多超过一半的化妆品企业 其实都在我们叫华南地区 他希望实习计划未来可以恒常化 并扩大到其他学系 无视电视驻广州记者曾出行报道 大陆的中非媒体合作论坛 其中非致富高端对话在北京举行 国家广电总局说 支持更多中国企业投身非洲电视业发展 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道 今年中非媒体有不少合作 去年就有内地电视剧剧《祖父非洲取景》 为了推动更多合作 两年一度的中非媒体合作论坛 星期三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市人民政府 联合非洲广播联盟主办 来自中国和四十几个非洲国家的政府部门 媒体、智赋等五百多个代表出席 今年主题是攀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在开幕式上 中宣部部长李舒雷华 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 中非取得的现代化成就表明 发展中国家有权力也有能力 给予自身国情自主探索 各种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希望中非媒体智库人士 坚持将现代化 至于中非舆论叙事和智库研究的优先议程 在主轮壇环节 国家广电总局就说 支持更多中国企业投身非洲电视业发展 今年来为非洲一万个村落 实施收看卫星电视项目的实施 以及地面数字电视的建设 让更多非洲百姓看上了电视 接下来将继续为非方提供培训研修的机会 每年培训不少于一百人 为媒体可持续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 有非洲代表就说 传媒业要和中国这个庞大市场合作 适应全球趋势 在面对新媒体和科技的冲击下 亦都可以向中国学习 论坛期间 中非相关部门机构签署六项广电视听协议 发布二十项合作项目 论坛亦都设有展规展示中非媒体的合作交流成果 同场亦都有媒体公司展示他们的平台 与非洲的代表谈合作 母线连事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导 港铁慶祝通车45年 改装了一列复古主题列车 港铁45周年主题列车正式启动 主题列车车头换上第一代作客列车 红白色的标志性设计 配上港铁前身 通车初期地铁的标志 部分车厢装有波波扶手 经典橙黄色的车厢天花 并换上怀旧照明等 给乘客感受七八十年代第一代列车的感觉 运输物流局副局长廖振生 港铁高层党主持列车揭幕 復古列车下午两点在彩虹站首行 今年年底前行走多条的市区线 七个男女包括屠龙小队成员被控串谋报责案 法官继续引导陪审团 停下开始重温被告李嘉田 被捕至录影会面的证供 高等法院法官张维玲总结 警员不同意又嘔打李嘉田 也都不同意 没有向李嘉田作出拘捕和警戒 当日没有检出任何证物重点搜查对队长 队长确认曾经有警员指示 不用搜查房内的厕所 其后李嘉田被带到去罗马州警署 案件主管下达指示 需要进行特别监察和不准他接触外界 但只是官公称没有收到 法官指陪审团可以考虑 为什么这对人会发生这种情况 看一些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日报 17,460点升69点 总成交496亿 最后要讲估计中午收市价 小米集团升1.46 有帮保险升2.4 腾讯控股升1元 快手跌2.5元 美团跌4元 药明生物跌9号 食药集团跌6.8 京东集团升2元 盈富基金升8线 阿里巴巴升5.5元 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2元 有帮保险升2.4元 中移动升5.5元 港交所升8号 煤气升1线 恒生科技指数3461点升27点 内利股市 上位A股跌1点 上证综合指数跌1点 深圳A股跌8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39点 其他消息 李大在今年美国借谷国借发明创新节 获得9个奖项 包括治疗赤柱侧弯的智能背心 原发性赤柱侧弯是青少年最常见的赤柱侧弯类型 李大团队研发出针对性的矫正支架 这款好像睡衣一样的智能背心 有别于传统的塑胶型支架 它是由纺绍物料整成 内置传感器 可以实时监控身体和支架之间的压力 和用家的睡肢 利用智能趁烟来调整压力的大小 我们一看到它的X光片 知道它哪个位置我们要加压力 我们在那里就立刻可以加一条改正带 然后再加上智能气囊给它 基本上一调好了 它即时可以拿走 不适合的力 太大的力 或者太小的力 我们即时调整 这个就是我想相比起来说是个好处 但是你说它的治疗效果 长期效果是不是特别好呢 我们还要看几样东西 当然就是病人愿不愿意着 还有它的矫正力是否能够维持 或者更加好呢 这款夜间支架现在在进行临床实验 团队说最快明年年底推出市面 定价大约是3000元左右 连同这一项发明 李大在今年的美国植谷国际发明创新节 一共获得9个奖项 包括这一款只得181微米厚 重0.489克的无线透气心电贴片 可以发挥深切治疗病房 临床设备的功用 能够日常穿大 用作心脏疾病早期检测 也都可以用于深切治疗 报病人手术期间监测等等 大家在医院和诊所看到的 很多条线贴在身上的 这样一个很大的设备 但是因为它不能穿大 在家里或者在街上 所以它只能在诊所做 它的准确度是可以达到ICU标准 ICU标准是高的 第一个你首先你的信号要准确 第二个你reliable 就是你在这儿动来动去 你不会因为有条线在身上 而信号有很多的噪音 我们现在还在和医院合作 做一些trial 我们会看下它的稳定性 可靠性等等 铁片也都照顾重症病人的需要 采用皮肤友好的物料制造 不会引起皮肤发炎 母纤电视记者陈尚轩报道 今年越来越多楼盘 以智能家居作为卖点 部分功能更加可以连通屋苑的公容设施 令生活更加方便 但如果智能设施损坏应该有哪个维修呢 买入提供智能系统的物业之前 业主又要留意些什么呢 欢迎收听时事单面体 市委会说截至今年7月 合共接过56宗有关智能家居的投诉 其中3成3涉及维修和保养服务 有住户说自己单位的智能设备 连通屋苑公共设施 但管理处不承担维修费用 智能生活会不会变成负担呢 这部装置可以控制全屋电器开关 加上这一部 连室外气温湿度都知道 这一间公司研发室内智能设备 负责人说当初是因为自己家有需要 才开始这一盘生意 他留意到除了希望改善生活质素 部份人亦都期望智能设备 能够提升安全程度 例如原来他的小孩回来的时候 究竟他父母在工作当中 他知不知道他的小孩放学回来 或者在家里水浸他知不知道 或者是家里的冷气机没关系 他知不知道 或者一些独居的老人 或者独居的父母在家里的时候 究竟他出入的轨迹 是不是一个属于安全或者有一些异样 他说公司合乎来自不同机构 其中大型楼盘的订单近年明显增加 已经占整体业务六成 无论政府也好 或者是私营的哪怕学校 NGO或者是发展商来说 其实他们对智能系统的需求 一定是越来越多 哪怕你是300尺的屋 但是都可以做到就是 我躺在床上去处理家里的东西 或者我不在家里的时候 都可以处理到家里的一些操作 有物业管理公司留意到 近年越来越多楼盘 以智能家居作为卖点 公司的管理业务里面 多达一半是有智能设施的住宅物业 有很多小单位出现了 200多尺300多尺 这些变成里面的空间是有限的 有些可能是家里放不到洗衣机 他就用来公共那些 有些楼盘 他就直接会在智能系统里面 会告诉你 这么多部机器在这里 有人用的 有五部你可以用的 甚至乎你放这些衣服出去洗 他也会透过这些系统 他会告诉你 你的衣服洗完了 你可以出来拿 但是不是真的好用呢? 土瓜环这个楼盘2020年入伙 以智能显示系统作为卖点 一座保安 喂? 你好啊李先生 会卖奖了 是呀是呀 麻烦了 好不用 好拜拜 好拜拜 OK 谢谢 指挥当时觉得智能家居很新穎 例如有访客的时候 大堂管理处会透过系统 和他视像通话 又可以看到用电量 用水量 室内空气质素等等 不过系统几个月前已经坏了 平板是连接了很多 家里的一些sensor 或者连住了这个屋苑的一些系统 那些就是比较互动一点的一些 或者实时一点的一些监测系统 这里是标榜智能的嘛 其实你说没有了这些智能的行不行呢? 其实都可以的 就像刚才那样打电话上来有外卖 除了屋内的设备 系统也都连接大厦内联网 可以看到屋苑共享洗衣机房的使用情况 楼层垃圾桶满不满等等 指挥认为这些功能很有用 原本都想修理好平板重新使用系统 但价钱令它却步 你一定要找回每一模一样 因为你那部机是跟下面那部机对应的 如果你找第二部机是对不回功能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只可以找回管理厨 找回承办商 给几千元 可能都要三千六百元至四千元去弄回 除了屋内的智能显示系统损坏 指挥说屋苑部分智能垃圾桶亦有损耗 部分楼层甚至已经更换成传统胶盖垃圾桶 不再智能 这些是坏了智能垃圾桶 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换回那个柜 这个已经换过了 那已经看不到垃圾量了 但是在于我们用家 因为我们是业主 如果换一个垃圾桶几千元 我们要换那个可能不止几千元 那几百元我们要换到 物业发展商事建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 物管公司会负责保养 维修公共地方的公用设施 而单位内的智能体统 就由住户负责维修 销委会回复查询的时候说 截至今年7月 一共接获56宗有关智能家居 或者相关产品的投诉 当中3乘3涉及维修保养 2乘6涉及货品质素 提醒市民如果合约列明管理费 包括屋院内指定智能设施的保养及维修 管理公司应该履行合约条款的维修责任 但陈志求解释 要视乎智能设施是私人抑或公用 如果用量是否高用量 以及使用的模式 你经常会去按照 那你的选项会大一点 如果这些是私人的设施 你自己去用的 如果不涉及到系统性的损坏 一般的维修都是由业主自己本身去做的 如果公用的设施来说 过了保养期、过了保收期 就会由管理费那方面去负责维修 有策略师说发展商提供智能设备 除了是销售卖点 也因为这些设备有环保功能 其实我们讲智能 我们就看阔一点 不是说我有个时间债就叫智能 用最小的能源而发挥最好的效益 而在一个适切的时间它是用 你不需要它就即时就可以减低它的使用 还有就令到那个环境的质量 质素也可以看到 甚至乎令用家它可以掌握 它需不需要去调整 有了环保功能 发展商就可以在绿色建筑认证 绿建环屏中加分 有助争取金级和白金级 以获取最高10%的总楼面面积 发展商为什么这么紧张 有绿建环屏的所谓的分数呢 因为第一除了一个所谓的 我们的品牌效应 第二就是 接下来我们的绿建环屏 就会是我们所谓的 拿到建筑面积豁免的一个指标来的 令到无形中它可以 建多一点点可以卖到的面积 令到它的收入增加了 它可以给人家买多一点 至于它就是所谓的赚多一点 其实有个经济效益 它说时下越来越多新屋苑 融入智能家居概念 业主买楼前需要考虑 这些预设智能设施的长远保养 现在我们流行买楼花 在买楼花的阶段 你未必可能很掌握 那个家居系统 或者智能系统 有多全面的工作 可能你去示范单位看看 你未必很完整掌握的 我觉得这个位置 反而大家最重要问一下 这个智能系统有什么 以及接下来的保养维修 是如何处理 会不会很大的开支 因为万一坏了 或者更换一些东西 会不会有很多特殊限制给了你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我们要知道 六月处回复查询话 发展项目在绿色建筑环境评估认证上 要达至特定评级 才可以获得10%的总楼面面积方便 获方面设施不可以随意改建 如果发现有违规情况 处方会执法 时事当面看 今集成人就够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发 打赏支持明镜丕目 加 equ远方 government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关系统一边 收睹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创与点栏目 Sugar jula